你好,歡迎收看4月25號大台東地方新聞,我是陸宇慧 為了協助普悠瑪事故台東民眾辦理相關的理賠作業 台東縣政府提供台鐵局在社會處二樓設立了專責服務窗口 25號是受理期滿 省長饒清零特別前往衛冕工作人員 也表示會配合台鐵局延長兩個星期的服務時間 還沒有處理完成的理賠事件 也再次重申會繼續爭取台東便利對外交通 22日他就出來了,他就去東基爾發 為在台東縣社會處二樓的1021普悠瑪事故專案理賠服務窗口 負責協助台東民眾辦理相關理賠作業 免去家屬及傷者北東往返奔波 提升處理速度 直至24號晚間已受理114案申請 25號是受理的最後一天 台東縣長饒清零也特別前往衛冕工作人員 並表示將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 改善台東對外的交通 給民眾更安全便利的交通運輸系統 近來來這裡到社會處來看望我們台鐵局的工作同仁 還有我們主機處的同仁 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社會處和台鐵局願意合作 來讓我們的1021普悠瑪受傷事故的民眾利賠 不需要跑到台北親自去辦 3月25號我們決定在社會處救助科這裡開辦一個聯合辦公室之後 我們統計資料總共台東有145位受傷的乘客 我們持續地在這個部分跟中央做溝通 也期盼中央能夠看到台東人的需求給我們更安全的鐵路交通 由於受理上有部分未完成 台東縣政府也因應台鐵局專案小組需求 將專案辦公室再延長兩週的服務時間 共同協助商者及家屬快速便捷地申請理賠事宜 台鐵局專案辦公室每週開放兩日受理服務 服務時間為每週三下午1點半至晚間8點半 每週四上午9點至晚間5點 在台東縣政府社會處二樓專案會議室 協助辦理交通費、醫療住宿費及財務損失等理賠 記者夏家惠台東市報導